歡迎光臨 今天邀請到這十位 在醫界呢 這個算是超高顏值 是 因為坐在醫生對面 我都害羞了 妳難得 不知道看哪一個 難得有臉紅的時候 雖然大家都很熟了 但是有些俗套不可免 好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來好了 我是鄭醫師 那我自己開了兩間成熟 一間在新莊 另外一間在土城 這算是嘉義嗎 嘉義科的 嘉義科我覺得它很像是一本 對 它可以幫你去 這個形容太對了 在大醫院裡面 其實大家都會變成 可是其實我們去看嘉義科 才發現是對的 因為嘉義科它就是幫你 聚系迷遺的幫你去推測 自己跑去台大 很厲害要自己去掛一個骨科 他去堅稱說 你骨頭有問題 為什麼你給你的骨頭有問題 你真的覺得有問題 我阿嬤脫夢給我呢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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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都會不得了的 我們是一本身婦產科 然後我老媽她進行外科 所以我自己知道 就東西都沒有診所 她舉起妳也在做嗎 有 內行的吧 舉起 妳很需要 現在最新的一個叫 威威喔 威威是什麼 威威 是啦 這樣好聊天講 不會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美女牙醫 好厲害 劉子維 不得了 劉子維 劉子維 威威是指 還生效 妳忘記了 她看這個科別 真的讓我覺得 去看她的人到底是 她在看牙齊的 那個 我沒有幻想 但是我相信 人家上面寫說妳有幻想 她是 因為以前我們看牙醫 牙醫都是戴著口罩 你知道 妳示範 冰冠妳示範 牙醫大概 這有口令嗎 沒有啊 示範 我會 我會 戴這個位置 看什麼記者 再下來一點是不是 我連起來 我來 我來 我怕我待會要送妳到 這個燕具 好 我們第四位醫師不得了 小可的最愛 蔡醫師 妳選美容科 對 現在 醫美也是很講究 這個醫師的顏值 其實你們兩個是韓劇的 對啊 哪有什麼名字 這就是李洞旭啊 這兩個 這兩個擺在一起 這不是韓劇啊 這不是韓劇啊 完全真的可以拍 醫界這個騎人意識非常多 那他們自己也都認識很多 醫界的奇葩人 肯定啊 之前在實習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同事啊 然後幫女生放尿管的時候 就是放錯洞了 那男生真的不能放過他 到底前面後面是哪一種 好有喔 至少就放到那個 引導 引導去了 是 對 我怎麼可能不要說 我之前門診是看的 真的有 不認證的喔 兩個夫妻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他就一直覺得 每一次行房都超痛 然後他都是放在尿道裡面 什麼啊 所以他看的都是 有辦法進入道 怎麼都可以啊 我怎麼會這樣 釀釀到我辦法進去 怎麼可能 沒有感覺 這位醫師都超痛 其實很多醫生他們是會 到就是韓國去進修 那我每一次看到這個醫師 他傷的地方都不一樣 對 他受傷的地方都不一樣 他每次都這麼坎坷喔 他都自己幫自己弄 回到台灣的時候跟他約診 然後就說 他就整個繞得跟豬頭一樣 自己小骨子 我就說 你不是昨天才剛回來嗎 你怎麼可能可以回來 後來我才知道 他原來是幫自己抽脂 我們也有幫自己拔智齒的啊 就是自己幫自己打 然後也前進生成生 這樣幫自己拔智齒 還有點不確定 他們處長課還自己 幫自己伯父咧 真的 真的 不知道我 你剛剛是自己的 自己的 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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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還可以吃吃看 男生自己的 男生 男生五百公克 乖乖 不過因為他們都高顏值醫師 一定經常受騷擾 就是有男生他還問我說 醫生有在做除毛嗎 可是除毛很正常 就說有啊 什麼之類的 他直接傳他下提照 就是他跟 醫生可以幫我做除毛 所以男病患還是女病患 男的啊 男的 女的就算了 對 女的他就會儲存 就這樣 我這樣就算了 封鎖啦 封鎖 整一次遇到的事情 真的非常多 你有幫男病患除毛過嗎 有 但是我真的覺得 最近冒犯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在心臟上那一刻 然後隔天他要做導管 所以前一天 做導管的步驟就是 你要看幾點開刀 要進食 再來就是要去剃毛 就那個大名字這樣夾著 我很認真在那邊剃 因為靠得很近 真的很認真剃的時候 我就說先生你不要動啊 不要動啊 因為他就這樣晃了一下 然後我就抬頭 還在動 我說先生 然後 然後就 他該不會 就這樣 然後講什麼 為什麼 出來了 對 就是大概 消息無垢 有 有 對